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 米奇沃克斯 其实我特别讨厌的是别人买苹果电脑之后呢 装的是windows 因为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去不买一台windows呢 有人说 因为我要用这个 Windows出了一些事情 但苹果干不了 我觉得什么逻辑 因为不玩游戏 然后用苹果的硬线的话 玩游戏也够像 但是呢依旧有很多人呢 装了双系统 苹果本身呢 自带了一个功能 叫做bootcam 它其实可以安装一个windows support 然后下载一个镜像 就可以变成双系统 但是有一个小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苹果在一些领域当中 它特别扣门 比如说这个空间 同样的硬盘 大小容量差不多 可能要贵出一倍 包括它的iCloud都很贵 所以有些人呢 就突发起想 就想这个奇招 就是今天要说的是 如何通过外置硬盘 然后让你自己的苹果电脑 用上windows 还非常的方便 今天这个问题呢 有点比较专业 接下来请Oliver 跟大家说一下 好换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Oliver 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Windows如何在MacBook Pro上运行 但是呢 大家知道 外然在Windows出了Windows 8之后呢 就出了一个叫Windows 2Go的功能 它的宗旨 就是让Windows在外置硬盘上运行 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让在硬盘上的Windows 2Go 在我们的MacBook Pro上运行 那完成这个操作需要的步骤呢 首先我们硬件 是需要一台MacBook Pro电脑 任意时候的电脑都可以 也很老的天新的都OK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台Windows电脑 然后可以做外置启动的Windows 还需要的就是一个外置硬盘 软件部分呢 我们需要的是MacOS 我们还需要Windows 然后还需要一个任意的Windows镜像 需要的这些软件呢 我们可以从苹果和微软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我们这一次测试用的电脑呢 是MacBook Pro 2017 也就是最新款的 那如果大家用的是2016以前的MacBook Pro 这样的话可能会省略到其中的一些步骤 那接下来请米奇沃克斯 为大家讲解 如何在一台Windows的电脑上 完成对Windows 2Go的安装 整个步骤呢 其实个人来讲又复杂又简单 复杂的地方在于特别繁琐 简单的地方在于步骤比较清晰 在右上方呢 有两个文件夹和一个镜像 中间是镜像 底下这个文件夹呢 包含的是Windows在Mac上运行的 必要的一些驱动 中间呢是镜像 当我们把镜像先加载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运行上面这个 Windows 2Go的一个软件制作教程 在这边呢 我们要想象一下就是 要操作第一步呢 是先把刚才加载的这个镜像打开之后呢 在里面找到一个文件 它应该是存在于这个support里面 里面就是有一个install的一个文件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点击它加载即可 加载完之后呢 要选择我们要使用的这个 外置的移动硬盘 在这里呢我选择这个WDC 也就是H这个自己用的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选择你自己的 在右边的高级选项呢 就是我们要修改一下它默认的 比如说它默认的 是中间这个UEFI 我们要选择上面这个 同时呢 把默认的传统选择为VHD 分卷的选择呢 我个人倾向于Windows 10 Pro 大家也可以参考 而剩余的这些选项呢 我们大可不必再更改了 默认的即可 然后全部搞定之后呢 我们选取创建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硬盘呢 不要存有过多 或者说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它会完全格式化 连根毛都不剩 所以大家准备好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10 进行下一步了 这个步骤呢 大概需要10分钟 在这里可能会等太久 大家不用担心 等一会儿之后呢 就会结束了 那么大家知道如何 如何在Windows电脑上 启动外置硬盘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在已经启动的Windows电脑上 装上MacBook Pro的驱动 这是整个操作部分当中 最为繁琐的一个 大家还留意到 刚开始那三个文件夹 或者说三个文件下部的第一个文件夹 就是这个里面存了很多很多 启动程序 而我们要做的是 真的是把它打开之后一一添加 如何添加呢 打开每一个文件目录之后呢 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点击这个文件呢 点击是 没错 这样所有的步骤呢 都按照这个来操作一遍 对 这就是最繁琐当中的其中一个 最繁琐的部分 在全部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第二个目录 叫bootcam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呢 是不能选择setup 因为我们的电脑 还在第一台Windows电脑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方法 就是打开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要找取一个文件 在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好几个文件夹 在这里我要做的事情 是忽略第一个AMD 和这个C打头的这个目录 其余的目录呢 我们都要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更为繁琐 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所有的文件 全部安装 对 没错 每一个都要点击它 因为之前我有试过 在没有安装这些文件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进入Mac系统那边呢 会发现有的时候 触控板呀 键盘失灵 所以为了确保 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呢 我们需要把接下来的目录呢 全部不厌其烦的安装一遍 当然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做这个调试 如果最终你完成了刚才我所说的所有的步骤 此时此刻 你就可以安心的把你的Windows电脑关掉 因为我们在用到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把已经装好的Windows插到我们的MacBook Pro上 把电脑进行启动 接上我们的电脑 然后呢 苹果电脑的话 从外键盘启动 是要按一下开机键之后 Android Option 所以说我们是按一下开机键 马上Android Option 然后一直按 就等 直到它这个画面出来 然后会看到这边有两张盘 这一个是MacOS的 然后这个就是Windows 然后用键盘选择 把它选到这个 然后点个Return 然后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 因为第一次从Windows启动Mac的话会比较慢一点 然后要结果一部分初步设置 大概时间会到5到10分钟之内不等了 因为它装完启动之后 整个系统可能会说 我需要再重启一下 然后把它重启的时候呢 有可能大家如果不再看的话 会启动Windows Mac的话 就把Mac关掉 然后再按住开机键 然后再启动 像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在设置的过程中 大家比较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我建议的是 先不要登录账户 因为如果在大家在设置Windows的时候 把自己账户设置进去的话 如果比如说键盘 我一旦没被识别出来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登进电脑的现象 我让大家跳过了显卡驱动的安装 因为Windows是可以识别Mac里面的集成显卡的 但是AMD的显卡还是不能识别 所以说我接下来要做呢 那就是打开Bootcamp 然后再打开Setup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一键安装所有的驱动程序了 因为这是我们在Mac电脑上了 所以说苹果可以识别这个 然后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就等吧 然后这可能要等几分钟时间 或者十分钟以后 可能他会把所有的驱动程序 再在这个Windows上装一点 就是我玻璃拍 走远很多时刻在看我们 第二个压力呢 我们坐在窗边 还是不要经常吃 但是香的 我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啊 Mac的屏幕实在太惊喜了 Windows的初始化呢 让我感觉太小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定设置 把这个界面呢做成我们眼睛啊 能够看清楚的状态 比如现在这个样子 总而言之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奋斗啊 真的是奋斗 我们最终成功的在啊 我亲爱的Mac系统上 运行成了Windows电脑 靠的就是这块YG的硬盘 还有我们俩卓越不凡的努力 Live h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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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y could never win A game like a pro Ocean the door Doesn't break my floor OK 今天呢是一个很多人 请假的日子 在很久之间 非常感谢Oliver今天呢 跟我一起把这个步骤解释清楚了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用自己的iMac MacBook使用Windows系统 非常开心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小小的奇葩 但是没关系 很多人呢 他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 虽然我不太清楚 所以呢 大家尽情的用你的MacBook 用Windows系统 然后可以上网 看电影听歌 好像MacOS都可以 但是无论如何 终于大家可以成功了 然后感受一下别样的一番滋味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 我是Mejiworks 也非常感谢Oliver的加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大家想看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关注 对 拜拜